好 老师其实最近出了两本书 都讲了很多你跟音乐的渊源 我对于其中一件事 非常好奇 李宗盛老师他 今年刚拿了金曲奖 然后他的山丘这首歌 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山丘这首歌 我非常震撼 那是在一个晚上半夜 然后我的脸书上就被洗版了 然后他那首歌丢上了网络 然后一堆中年大叔 就在他们的脸书上就 我哭了 一定要听 什么彻夜难眠之类的 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谈一下 山丘这首歌 这首歌厉害 你知道李宗盛会写歌我们都知道 我们听到他几年前写给自己的歌 就吓坏了 怎么可以老辣深沉的功力 还可以如此的惊人 没想到山丘这首歌在境界上 还又超越了给自己的歌 因为给自己的歌 更翻过了一个山丘 给自己的歌比较像是关于琴爱的 这个半生的纠结 他去做一次 彻底的反省 有点回顾吧 或者是反省吧 但山丘就写的不只是琴爱了 他写的是人生的体悟 这个歌真的蛮厉害 他的你听他的编曲 他是从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声钢琴开始 然后用木吉他伴奏开始唱 一开始乐器是非常少的 到后面才慢慢慢慢的 电子鼓的节奏进来 然后打击乐器 然后弦乐 到后面是万钧齐发 非常澎湃的结尾 他是一整个就像爬山一样的过程 这整个歌的那个音乐结构 就是像是在攀登一个山丘 对 然后他的语言非常漂亮 他只有李宗盛会这样写歌词 没错 我俩各自一端 看着大河湾湾 对不对 这只有他能这样写 终于敢放胆 面对人生的难 吸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他的语言 我们会说李宗盛他擅长用口语 去入歌 但是我们也常常说 这个口语化的歌词 跟口语毕竟是不一样的 李宗盛的歌词 他你听得明白 但他的语言有他语言的质地跟密度 这首歌还未如愿见着不朽 就把自己先搞丢 这样的语言 他只有李宗盛会用 而且也只有他唱 然后他来唱 那口气才对 对不对 他会说歌唱是说话的延伸 就是他的名言 这首歌也是很好示范 歌唱是说话的延伸 不代表你把话说说说 说出一个曲子来 你不是rapper 你不是在说唱 李宗盛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自己写词自己作曲 他的词曲咬合是讲究的 他的旋律居然还是站得住的 山丘这首歌的旋律非常漂亮 但是旋律跟词这样咬在一块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聆听的曲线 所以这歌 我觉得就是他的毕生功利的总验收 你听他怎么去处理词跟曲的关系 怎么去处理旋律 怎么去处理编曲 歌词的异象 然后这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歌 他必须一段一段去诉说 他所要传达的这种体悟 最后是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那真的是很寂寞的一种心情 但是没办法还是得要往前走 因为这个任务你只有自己知道 直至死方休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辈子江湖风雨 才能换来这么一首歌啊 没错 不是开玩笑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歌太厉害了 我想很多中年男人 当然女生也是吧 听到这首歌 我们就是不禁回想起当年的小李 当年小李的那一张专辑 其实也感动很多人 尤其是我那时候很记得 他的A面唱到最后面 就会听到李宗胜跟你讲话 你是有经过录音带时代的听众 才知道这一段 A面最后一段 对 他就说没办法了 请翻面 当然前面还有一段很真挚感人的话 对 这是也只有大师才做得出来 你现在想想看 一九八六年生命中的精灵 那个时候的李宗胜 不到三十岁啊 是 还是小李啊 对 他还不知道人生有多少困难挫折 跟中华富贵摆在前面 等着他要去尝啊 对 那个时候能做出这么一张唱片 现在听还是很了不起的 没错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李宗胜 他是把 他树立了一种原创歌手的典型 他慢慢望自我内在的世界去挖掘 对 一种我们叫所谓告白式的创作 那天他在 我跟他有一场座谈的现场 他就说了 他说他写歌从来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厉害 他只是觉得 就是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现吧 他不会为了炫耀而去创作 而是为所当为吧 对 而且他的那个 为了金曲奖的预先录的得奖致词 他是预先知道了他没有办法去现场吗 他那天在温哥华有演出 所以他就提早在我的那个对谈场合 先公布了他的得奖感言 我最感激的 我最觉得跟我在一起有光荣的 是这些做幕后的 对 是这些drummer musician arranger keyboardist producer engineer 这些人 这些人你们都他妈不认识 对 气死我了 这些人真棒 真优秀 对 这些人才是 这些人才是成就这个行业的人 不是那些心啊 没有那些心没有关系啊 不能没有这些人啊 当所有的小鬼都要去当心的时候 没有人肯把吉他练好 啊 你就想一下就红了 这不太好吧 所以如果得奖 我把这个奖跟我的这个所有的幕后的伙伴 你总是转身过去跟你们这些幕后的伙伴 深深一鞠躬 我知道他大概会这么说吧 因为他一向这些年都很强调这个行业 流行音乐这个行业 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做幕后的这些人 嗯 但听众不太会在乎他们 对 包括很多现在做着明星梦的年轻人 其实是不知道这个行业需要多少幕后的人才 对 才能把台前的这些排场 才能把台前的这些明星推出来 推上去 没有了后面的这一些 前面的就不成立了 对 所以他会说他要把这个奖献给所有 在跟他一起合作的幕后的人 是 你的书里面还有一件事情 我非常的有兴趣 我其实本来想要把这一段的访谈呢 定调为马世芳与大哥们 我们刚刚谈了宗盛 在台语台湾的歌坛 还有一位当然很多位大哥 陈生跟吴百的第一次合唱 第一次合作录音的现场 马世芳也在现场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那一个魔幻的现场 应该是1993年 陈生跟吴百他们第一次一起在录音间里面 合作录音 他们录的是一首老台语歌 叫可爱的马 对 他们之前就已经在PUB里面会表演了 那时候陈生没有自己固定的乐团班底 所以China Blue有时候帮他伴奏 早期他们还曾经在西壤跟刺客打过一架 因为陈生喝醉了 唱一直唱都不下台 对 然后刺客在底下等着上 上不去 对 所以刺客就往台上比了一个 比了一个中指 然后吴百在底下在台上看到了 就冲下去跟他们就开干 然后打成一团 陈生在台上唱黄昏的故乡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台湾摇滚史很有名的一场群架 但后来大家都和好了 我没有在现场 我没有参与那一架 但是他们两个第一次进录音室录音的那一天 我也在 我那时候大四 还在念大学 吴百先到 他跟China Blue就先弄一些编曲 陈生迟到很久 但他一来只花了五分钟 就把吴百弄的编曲 通通都砍掉 推倒 还有他的想法 还有他的想法 然后他们就展开了一个长达16个小时的录音工程 就是16个小时中间没有停下来 就把整首歌录完了 那首歌其实是台语歌 是从日文歌翻成台语歌 对 然后陈生跟吴百再重新编曲 对 但是吴百怎么可能 陈生一来 然后他就好吧 那就让你改 毕竟吴百也花了很多心思 陈生比他大十岁 他们要叫他陈生老师 对啊 那个 我跟你讲 一直到 一直到去年吴百出新专辑 来上我节目 他还讲说每个人都有天命 每个人也都有天敌 我说你的天敌是谁 他说陈生 他对于那个晚上耿耿于怀吗 还好 但是他拿陈生一点办法都没有 陈生想要改成这样 他就只好 对 陈生是这样 他是像乐队指挥一样 他脑中没有本来就要怎么做 他也不要听原来的老台语歌的版本 他就看你现在有什么 对 然后太快 不要 电子鼓 不要 拍手声 不好 好 再慢 还要慢 继续慢 然后叫小猪的贝斯 再慢 然后叫低能的鼓 再慢 然后发现怎么没酒 就叫他们去买酒 买了高粱 对 那一边喝一边录 最后他 我最近他叫大猫弹钢琴 他叫大猫去弹平台式钢琴 然后他跟大猫说 你这段你就要弹 就像你是 你是一个天才 天才神童 是 你是钢琴神童 那时候他们应该已经有一点微醺了 大家都已经都喝醉了 你是天才 你是钢琴神童 但是一辈子都在乡下的小学教音乐 你就用这种感觉去弹 好神奇的指示 大猫就去弹 大猫听懂了 弹出来真的就是那个意思 弹得非常好 然后伍柏最后再去搭他的电吉他独走 弹得超级厉害 对 最后全部的人一起进录音室唱和声 然后陈生跟伍柏分别进录音室 唱他们的主唱 对 然后杀青之后听Rough Mix 听混音嘛 陈生就醉着躺在地上 我就在旁边看 十六个小时陪在那 那一整个晚上 一整个从白天录到天亮 对 从头到尾 伍柏见过我 伍柏在袭壤 像铸唱的时候大概见过我 我刚才有聊过一些些 他大概对我有印象 陈生从头到尾 不知道我是谁在那里干什么 最后到最后他再说 嘿 年轻人 你也喝一点吧 既然你也在这里 所以我意外地目睹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对 The Beatles开始教我 做一个认真的听音乐的人 我就想要知道更多 就想要查更多资料 就想要去买更多的书来研究 是 所以就慢慢一头栽进去 就想要知道同时代还有哪些作品 谁影响他们 他们影响谁 当时的竞争对手有谁 就一下一发不可收拾